小时候有过哪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其实我想法也是很能想 很敢想很敢干 那么很多其实长大了以后 也同样是不切实际 也不用说小时候 但是相对于我们所认为的现实 它好像是现实了一点 好像是成熟了一些 这有当然是进步 但是小的时候的想法一定都是错的吗 首先我们这个开篇 就说过I have a dream 很小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理想梦想 那么我就说想当科学家 老师让站起来回答问题 说每个人的理想 那听上去好像都 遥不可及 很荒诞甚至 有说当考古学家的 有当艺术家的 或者单向到每一个画画啊 音乐啊 想当老师的 医生 我们说这些好像都很美好 其实第一个就来了 小时候的想法是 很纯良的 不光是纯真 这个初心很纯正的 而且都是善良的方面 警察 没有说我想当小偷的 好像有他也不敢说 那小孩子他不至于 那个谁都想 当了小人之后 他还想往更高的升 就是有了财之后 他就想有名 想有权 都是这样 那么现在年轻人 好像就物质花了一些 我就想很有钱 不管干什么 那隐藏的一句叫 无所不用其极吗 不择手段 你很 一个人很 利益化 就很可怕 也有说 为了功名 好大喜功 那同样很可怕 但是他的格局总比 牟利的要大了 就看他最终的发展 其实小的时候 我们想说的是 很多想法 他不一定就是 错的 可能你过了多少年之后 发现那个才是真的 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我就是 讲的科学家 无非就是想 了解 自然界 万事万物的规律 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根本 跟哪个点 出自何处 于是就走到了 我们中华的道学 玄学 去发现 宇宙的本源 物质的构成 人类的起源 实态的发展 他总有一个脉络规律 当然还有一些人 好像小的时候 什么都想 那这种人 他 追踪心 就没有那么专一 你说这是好事 万一不一定 他如果 我还拿摆穿 凡是好的 我都接受 我会随机应变 那这种人将来成就反而大 如果说 冬一下 西一下 或者 看哪个感情 就弄哪个前仓 那这种人 就是最没成就的 还不如说 你执着于某一点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要 责善固执 唯独 有一个很高尚 高大的想法 他一生都会很有压力 但是他很有使命感 很有目标方向 将来也会很有成就 说不准 看时代 哪一个成就打 不一定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